2020年10月10日 上年期第27週星期六 《彌撒讀经》分享 耶稣说 那听天主的话而进行的人 更是有福的 《路加福音》11章28节 分享 耶稣不但教训时具有权威 他也施行神迹治病和驱魔 使他广为人所认识 使他为先知和墨西亚 一位妇人也禁不住要当众赞扬他 更恨不得自己也有一个这样成功的儿子 而耶稣藉此机会指出 成为他的母亲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是将天主圣言 在生活中活出天主的话 如此 这个人就在信德中将耶稣诞生出来 使天主圣子进入全世界 《路加福音》11章27-28节 圣语第105篇 邀请大家赞美天主 呼吁我们要尋求天主和他的德能 保禄提醒我们做基督的门徒 因着对基督的信仰而不再被禁固在罪恶的权下 我们因信而成义 成了天主的子女 就该穿上基督活出他的模样 属于基督光照天主的恩许作天国的承计者 圣保禄中途至加拉达人书3章22-29节 天父 你丰厚的持爱远超我们的功过和期望 求你广师持恩 赏免我们的罪过 消除我们的不安 赏赐我们不敢祈求的恩惠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亚孟 罗伯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